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孩子 还不孕不遇 我忍无可忍 开桌而起 姜志颜 耍我好玩吗 你到底想干什么 面对我的质问 他红了眼 我想要你回到我身边 那你早干嘛去了 甩下这句话后 我转身离开 只留给他背影 走出会场后那一刻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我跟姜志颜有过一段八年的婚姻 八周年结婚纪念日当天 他的演唱会上 他的竹马 当着上万粉丝向他深情表白 他们激情拥吻 接受了所有人的祝福 他的竹马姜宁给我发来了微信 演唱会的是你知道了吧 别在意 都是公司安排 我回复到祝你们俩长长久久 消息发出去没有三分钟 姜志颜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秦泽 你自己小心眼就算了 跟陈安发什么脾气 你再敢为难他 我们就离婚 电话被挂断后 姜宁的微信头像变成了他跟姜志颜的脸贴脸亲密照 我没有像以前一样 不顾一切地找他道歉 认错 告诉他我再也不闹了 求他不要离开我 我用八年的时间朗白了一个道理 付出和卑微 换不来碍 所以 我平静地关上手机 等我再见到姜志颜时 已经是深夜了 他看着桌上我为了庆祝纪念日给他准备的一大桌子菜和玫瑰花 冷哼一声 又是这些 无不无聊 你是保姆吗 他俯下身闻了闻饭菜 顿声闲悟 高估你了 连保姆都当不好 我以沉默回应 他冷漠的神情竟有了松动 为了等我没吃饭 等着 我去给你煮碗粥 或许是出于愧疚 心虚 他难得的是舍了一点温柔给我 他进了厨房没多久 门铃响了 一个快递小哥站在门口 手里拿着一捧玫瑰和一瓶香水 请问江女士在吗 这里有陈安晨先生送她的花 接过花后 我拿过花上的贺卡 上面写着炎炎 今晚很开心 谢谢有你陪着我 突然的 身后伸来一只白嫩的手 猛地抢过花 谁让你看我的东西了 还有香水 还给我 我低头看着手里这款燃烯的香水 这是陈安朋友圈晒过的一款情侣香水 他一直在用 呼的 我想起了以前 之前他生日 他当着我的面把我送的香水扔进了垃圾桶 他说 我不喜欢这种东西 我闻着香水只觉得恶心 现在想想 他真的是觉得我送的香水恶心吗 还是说 送香水的人见我没说话 江志言满含怒意的质问 你是聋了吗 还是说你想把香水也砸了 以前我看不惯陈安 他送来的东西花瓶 茶具我全都砸了 但现在我连江志言都不在乎了 陈安送来的东西就更无所谓了 我刚准备把香水还给他 他却掀我一步伸手过来要抢 由于动作幅度太大 他手里的粥没拿稳 一大碗滚烫的粥全都撒在了我身上 全然没有注意到被烫伤后站都站不稳的我 他只顾着欣赏手里的香水 直到我发出一道痛苦的嘶声 他才一脸不耐烦地看向我 真麻烦 躺下 我给你敷药 手臀上传来的阵阵疼痛 让我只能顺从 他将我扶到了床上 我去拿医药箱 医药箱里面有各种常备药物 基本都是我给江志言准备的 他提着医药箱走到了门口时 手机突然响了 是陈安的专属铃声 隔着数米圆我都能听到陈安无比痛苦的声音 他说他未病犯了下不了床 想要江南岩给他送药 我有份工作文件落在陈安家了 我先过去一趟 他随口编了谎言 转身提着医疗箱就要往外走去 刚走没两步 又折返了回来 你最好别动那瓶香水 我马上就回来 紧接着就是一阵锁门声 以防我摔碎他心爱的礼物 他甚至把门从外面反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上大面积的烫伤 叫我痛苦不堪 灼热的疼痛感撕咬着每一寸肌肤 呼吸急促了起来 我开始疯狂的大喘气剧痛以及幽闭的空间让我的哮喘复发了 可我的哮喘药还在被江志言带走的医疗箱里 我疯狂地锤打着房门 呼喊着救命 直到血肉模糊 失去意识 最终 邻居撞破了房门 把我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早上 江志言终于回家了 他看着空无一物好的餐桌 很是不满我的早餐呢 他好像忘了 因为烫伤我的手已经没法动了 所以不能像八年来的每个早上一样给他做早餐 他转头看见我手上缠着的绷带 眉心微动看看这个 他将一件球衣扔了过来 它很脏 上面有我最喜欢的球星的签名 这种球星在赛场上穿了 还签了名的球衣 价值不菲 看来他还蛮舍得的 不过 诚意实在是不够 就在前几天 陈安给我发了微信 目的就是专门跟我炫耀江志言送给他的这件签名球衣 拿陈安不要的东西送给我 他把我当收垃圾的了吗 太臭了 拿去扔了吧 江志言不满的神色一闪而过 凑进了我一些你的手还好吧 他说着 就要伸手触碰我的手臂 我下意识地退后躲开 由于步子太大 还把柜子上陈安送他的香水碰倒在了地上 在香水碎掉的那一刻 他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秦泽 至于吗 不就是让你在房间里多等了一会吗 又不会死 我冷冷地看着他 你想多了 我简短不带任何的感情回答 让他更加生气了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报复心就这么强 就这么小肚鸡肠 故意砸香水 太幼稚了 没用的 你这样只让我更厌恶你 他是高高在上万人追捧的大明星 而我 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所以 我的任何行为都只是为了博得他的关注 为了报复 我对他跟陈安任何亲密行为的不满都是极度 八年的婚姻 我只能是一个见不得光的老鼠 他跟陈安才是所有人眼中真正的一对 所以 这次我不吵不闹 我还有事 先出去一趟 越过他 我打开房门就要走 他竟破天荒地来拦我了 要之前 以前无论我多生气 他都只会冷眼看着我走出家门 有时还会顺带嘲讽两句 你要去哪儿 去看我妈 他顿了顿 欲言又止 你早点回来 一个小时后 我把手里的鲜花放在了墓碑前 妈 我来看你了 你说 要我跟姜汁奶好好过日子 可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妈 儿子好累呀 母亲在世时总跟我说 要我跟姜汁言一直走下去 希望我幸福 因为姜家人看不起我 觉得我配不上他们的干津大小节 一手将我拉扯到大的母亲为了我 去了姜家洗我生命最重要的人 衣 做饭 刷马桶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几乎成了姜家人的奴仆 就为了姜家人能看在他这么辛苦的份上 能对我好一些 可惜 姜家人没有心 他们看不起我妈 对我的厌恶也从未少过一份 我就在墓碑前静静地待着 直到天黑看着手机里姜汁言发来消息 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没有回复 而是先给律师朋友发了条消息 让他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 等我到家时 已经是深夜了 卧室的灯还亮着 姜汁言坐在床边 身穿一席吊带衣裙 腿上裹着丝袜 香艳时分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机 果然 日子到了 迫于姜家长辈急切要抱孙子的压力 她勉为其难的每个月定下日子 跟我同房 她吻了上来 睁着眼睛 神情冷漠 没有丝毫的感情 她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我忍无可忍 一把将她推开 姜汁言怒了 眼中翻涌起怒火 你别太过分了 我累了 曾经她无数次敷衍我用的话语 现如今从我嘴里说出 她愣了好一会 最终冷着脸离开了卧室 进了客房睡觉 客房的关门声很重 这是独属于姜汁言 对我的一种威胁 分房睡 以前 我的确会彻夜失眠 无比焦虑 最终在自我扑扑下 跟她认错道歉 求她回来跟我一起睡 但这一次 我埋头直接睡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 她已经消失了 我一个人吃着早餐刷着视频 热搜上一条视频 引起了我的注意著名歌星写手男友 陈安上综艺 视频中 两人有说有笑 嘴对嘴撕纸条 手牵手唱歌 视频刚刚看完 姜汁言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那条热搜上的视频你看到了吧 你别多想 我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我知道 都是人设 是公司安排和节目效果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今晚我们公司庆功宴 你也来吧 庆功宴 无非就是庆祝江志颜和陈安 这对CP打出的 巨大商业效益的庆功宴 居然还邀请我去 在他们眼里 我到底是有多见啊 本想拒绝 转头看到桌上 她迟迟未签下的离婚协议 我还是答应了下来 带上离婚协议 我来到了地址上的餐厅 刚一推开门 就听见了正给江志颜 倒酒的服务员的话 江小姐 这瓶酒是你男朋友存下的 不用付钱 江志颜笑着点了点头 什么都没说 餐桌上仅剩下一个 她身边的位置 大概是江志颜特意安排的吧 我默默地拉开凳子 坐了下来 她才发现了一瞬间 僵住了 或许是认为我刚才 隔得远没有听到服务员的话 她只是随口问了一句 便再没跟我说过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气氛被炒热 周围人吵着 要给陈安灌酒 江志颜很是担忧地 看了看陈安 起身说道 我来 陈安今天的酒 我都替她喝了 就在两个月之前 她跟一个合作商谈合作 我以她助理身份跟随 那几个老男人 不停地找借口灌她酒 她又不肯喝 为了帮她拿下合作 我不停地帮她挡酒 最后 我实在是受不了 想要她自己喝一点 低酒未沾的她说 今晚我有事 不能喝酒 就那么点酒 你自己喝不行吗 你最好别把我的合作搞砸了 为了合作 她告诉合作商随便灌我 只要他们高兴 当天晚上 我喝到不省人事酒精中毒 我想要她送我去医院 但我根本打不通她的电话 最终 睡在路边口土白沫的 我被路人送进了医院 第二天 在病床上 看到陈安的朋友圈才知道 江志颜所谓的急事 就是陪她去看海 一直到出院前 江志颜才舍得出现来看我一眼 哪知 刚见面 她就对我破口大骂 你是不是紧急联系人 舔我干什么 万一我们的关系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你到底长没长脑子 医院做手术 需要找到家属 而我的第一紧急联系人就是她 那一刻我才知道 我在她心里 远没有她在我心里 中要想着想着 我没了继续留下去的心情 起身推开门走了 江志颜紧随其后追了出来 她脸上满是怒意 你又发什么疯 今天这么多人 你就这么走了 没有回答 我一味地往前走 她狠狠抓住我的书 冷笑一声 你非要闹事吧 好 你今天敢走出这餐厅 我们就离婚 她神情高傲 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 一副胸有成竹 自以为将我拿捏的模样 之前她提出离婚 我会抱着她的裤脚 苦苦哀求她 不要离开我 向她发誓 我绝不会再惹她生气 但现在 我只想说 好 这一刻 空气好似 都静止了一般 她将在了原地 嘴角抽搐着 用那种不可置信的语气 冲我说到你 你说什么 我说可以离婚 说完 我正想把律师今天寄过来的离婚协议给她看 她猛地抓住我的手 死死盯着我 想好了吗 我推开她的手 平静点头 想好了 她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 可别再像以前一样 大半夜找我求和 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玩 我给你三天时间好好想想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说完 她转身离开 进了客房 第二天清晨 我看到桌上多了一捧玫瑰 是江志颜送我的 第三天 一块手表 连续一周 江志颜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但每天早上都会有礼物送来 直到这天早上 她给我打来了电话 语气憎恶 秦泽 你太过分 你真的把我对你最后的耐心消耗完了 今晚我妈生日 我们家人都在 你必须给我来 本是不想去的 但当我看见桌上法院 刚寄过来的离婚起诉受礼单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好 我会去的 晚上 我到了江家别墅 隔着门缝 我看见江志颜正挽着陈安 两人眉目传情 有说有笑 好似一对新婚夫妇 江家人更是围着陈安 虚晒问暖 一个个喜笑颜开 好不开心我一直都明白 陈安才是江家人眼里的女婿 我这个出身平平的小医生 不过是他们借种生子的工具 是他们随教随道 任劳任怨的私人医生 所以 当我出现在他们视线内时 那股轻蔑和不屑 几乎不加任何的眼视 秦泽 你还真敢来 你个畜生 陈安率先发难 直接把我骂猛了 你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你给江老太太的药 根本不是心脏病药 里面检测出了致癌物质 你想毒死老太太 这一盆脏水 拖得我猝不及防 高位上的江老太太 此时黑着脸 死死地盯着我 眼中的恨意 几乎快化为实质 在场所有人 更是浑身怒气地瞪着我 认定了我就是凶手 其中最甚者当属江源 江志炎的弟弟 这个人从我踏进江家大门 那天开始 就恨透了我 觉得我玷污了江家高贵的门眉 我这个出身低微的穷人 身上有病毒 我转头看向江志炎 你也这么觉得 他神情冷漠 语气冰冷 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 那可是我妈 你怎么能左遥反问 为什么 我没有理由害你妈 晨安大不上钱 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因为你想要钱 现在江家的财产 都在江老太太名下 你害死了她财产 就是炎炎的了 到时候你跟炎奶离婚了 你不就能分钱了 如此的恶意揣测 让我心底深藏已久的怒火 瞬间就窜了起来 你少在这儿胡说 晨安一声冷笑 炎炎前几天跟我说了 你要离婚 恐怕那是 你早就计划好的吧 还狡辩 像你这种 一穷二白的打工仔 我见多了 心思龌龊 为了钱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她的话 像是给我定性了一般 一时间 周围江家人的嘲讽声 谩骂声不绝于耳 以前 江家人也是这般对我 但为了江志言 我逆来顺受忍了下来 但现在 我不会了 晨安 你这么着急 把脏水泼到我身上 该不会是 害怕大家知道 是你把老太太的 要偷换了吧 我的话刚说完 江志言一声大吼 够了 秦泽 自己做错了事 还倒打一耙 你怎么会变成 这么恶心的人 道歉 立刻给晨安道歉 她的话 犹如一把尖刀 狠狠刺进我的心脏 八年的婚姻 竟然抵不过一个外人的一句话 我的心很冷 但眼神更冷 不可能 江志言脸色阴沉 这是你自找的 她一个眼神示意 几名保镖冲了上来 一拳打在我脸上 一口血水吐出 我倒在地上 痛苦地哀嚎起来 但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是不间断地 疯狂地拳打脚皮 痛 我只觉得痛 仿佛整个人被扔进脚肉机一般 痛不欲生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仍旧冲着江志言大吼道 我绝不可能给这种畜生道歉 江志言还没说话 边上早就对我不满的江源 忍不住了 她冷哼一声 满事不屑地看向我 还骂人 没家教的东西 果然啊 你跟你那个老母 都是一露霍色 心思龌龊又粗鄙地下见玩意 这一刻 我的怒火被彻底地点燃了 她怎么说我都没关系 但不能带上我妈 我用尽全身力气爬了起来 你说我妈什么 江源挑衅一般地笑着 我说你妈 自以为在江家家扫几天地 当几天狗就能上位当贵妇人了 想都别想 想给我们这种阶层的当狗的人多了 不缺一个老东西 但说实话 我还真有点想你妈了 毕竟那么听话的狗很少见的 我抄起桌上的花瓶 直接砸碎 朝着江源缓缓走去 那我就送你下去见她 就在花瓶即将砸下的前一刻 一股突如其来的距离 将我打倒在地 是刚才的那两名保镖 又是一口血水吐出 这一刻我知道 动手是不行了 这是全都是江家 但我绝不能让我妈 就这么被这群人侮辱 幸好 我还有一张底牌 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 我擦干手上的血 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礼盒来 走向了江家老太太 江老太太 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 如此诡异的行为 没有人知道我想干什么 他们就那么愣愣地 看着我将礼盒递了上去 江老太太黑着一张脸 拆开了礼盒 没错 里面是离婚起诉受礼单 在生日宴上 当着江家 江家的所有世家好友 被一个他们眼中 看不起的整序提离婚 简直是奇耻大辱 一向要面子的江老太太 更是被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 你怎么敢 江老太太气喘如牛 浑身都在颤抖 下一秒 气血攻心 她直接倒在了地上 这下子 整个别墅乱做了一团 鸡飞狗跳 勤泽 你个混蛋 你干了什么 快救人 叫医生过来 来不及了 老太太快不行了 等不到医生了 现场有没有医生 江志颜绝望地大吼着 无人应答 直到她的目光 落在了我身上 她恍茫地抓住我的手 满脸的哀求 勤泽 快 快救我妈 我笑了 救人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冷冷地看着江志颜 我是偷换你妈要的佣衣 我就不了她 你 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双眼星红 你非要这样吗 那我我妈 那是活生生的一条性命 我笑了起来 随后就是一阵怒吼 这声音大的在场的所有人 都能听见你妈是一条活生生的性命 我妈就不是了 她就只配被你们这些自诩上流的人侮辱 是她为草芥 江志颜顿住了 她转头看向早已经被吓傻的江远 滚过来 道歉 姐 江志颜大不上前 一巴掌直接扇在了江远脸上 我让你道歉 她这么一吼 江远被吓得像一条狗一条一样 慌忙爬到了我身边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该那么说你妈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把强权背后的软弱 超乎我的想象 你不是知道错了 你只是知道自己要完了 江志颜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求你了 看在我们八年婚姻的公分上 我求你了 她紧紧盯着我 眼中满是祈求 用曾经在她眼里一文不值的八年感情 祈求我 这一刻 那个在我面前高高在上的大明星不见了 她好像变回了那个初识的小女孩 令人联系 可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我了 我依旧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边上沉默已久地 突然冲我叫骂起来你个畜生 江老太太变成这样 还不都是你害的 快点救人 不然我让你好看 江志颜转头死死瞪着她 你给我闭嘴 再多嘴就滚出去 在自己母性的性命面前 江志颜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 凶猛暴怒 不远处 江老太太瞪大着双眼 捂着自己的心脏 在地上哀嚎着 按照时间来算 应该差不多了 我的目的 只是为了给我妈讨回公道 又不是真的想看江老太太死 更何况 我还可以依次达到自己的目的 人 我可以救 但离婚协议 你得签 江志颜一听我的话 脸上立马有了笑容 好 我签 可以签 她答应得很快 好似刚才她口中八年的婚姻 从来不存在一样 我将离婚协议递了出去 她看了看 猛的一个抬头瞪着我 满脸的惊讶 你要净身出户 我点了点头 从一开始 这份协议上 就是净身出户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她将加一分钱 即使到了现在 我也绝不会趁人之危 将加人的钱 只让我觉得恶心 她将签好的离婚协议 递到了我面前 因为之前在江家被当作私人医生 基本都医疗设备和药物 基本我都清楚使用方法和放置的位置 在一众江家人急切的目光下 我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终于让江老太太转为为安 老人再睁开一眼都一瞬间 这些人的眼中 再度充满了 对我的恶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他们眼里 我就是个趁人之危 抢夺江家财产的小人 陈安将我死死抓着 语气发痕都是因为你 差点害死老太太 跪下道歉 快 道歉 畜生 你完了 江家人群情激愤 我不慌不忙 唯有江志言 他只是看着我 语气平静地说道 走吧 离开江家 我笑了 走 现在我还走不了 刚才在一台医疗设备上 我发现了好东西 由于江家老太太 常年卧病在床 所以我在两个月 之前在她的床边的医疗设备上 安装了一台实时监控设备 本意是为了随时顾及到老太太的病情 但没想到 却拍下了陈安偷换江老太太药物的证据 江志言 你们家禁贼了 他被我这么突然的疑问搞懵了 一脸的不明所以 你什么意思 我们江家的安保级别可是你理解错了 你们家的贼是来偷你妈的命斗 说看 我将监控设备上的优盘扔到了他手中 边上刚刚还一脸得意的陈安慌了 紧紧盯着优盘 呼吸急促 结局不出所料 当江志言看到优盘中视频那一刻 他勃然大怒 陈安 你还是人吗 记响亮的耳光抽在陈安脸上 震惊了所有人 你听我解释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江志言紧紧捏着拳头 眼神凛冽 仿佛要吃人一般 滚 你还解释什么 解释你害死我妈是情有可原 滚出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陈安被撵走了 江志言会狠他一辈子 而我也该走了 只是当我转身要走时 江志言却拦住了我 别走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可以吗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 我说完 刚抬脚要离开房间 江志言猛地伸手 将我手中离婚协议抢走 撕成了碎片 你发疯了 江志言 你有必要这样吗 他的双眼红了 有泪珠在眼眶中打转 今天的事是我的错 都是陈安骗了我 你相信我好不好 他的话语中满是悔意 却又那么的苍白无力 总是这样 六年来 他总是无条件的新人陈安 而我 只会得到漠视江志言 你是在骗我 还是在骗你自己 我甩开他的手 静止往前走去 身后传来他的 带着哭声乌液 我没有丝毫留恋地 消失在了他的视线中 就像从前他对我一样 曾经 他因为陈安 将我视若无误 伤害我 漠视我 践踏我的真心 我发过疯 我大声地质问他 我紧紧抱着他 求他给我一个答案 他的回应 永远都只会是 沉默和离开 离开江家后 我去到了一家咖啡厅 因为他离婚协议被撕掉 我只能在约律师朋友 重新拟定一份协议 今天 这位律师朋友 跟我聊了很多 除了我跟江志言 离婚的事情以外 还有我跟他美好的大学回忆 他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在大学时候的 暖昧对象 之前 大学那几年 他大张旗鼓地追求我 可那时候 我的心里只有江志言 根本看不见他 当然 现在我没想过要 再续前缘 只想尽快把离婚的事情处理了 咖啡一杯 接着一杯 江志言不停地给我发来消息 你在哪 你能不怀能不要这样 我们见一面好不好 因为没有回复 他甚至直接给我打来了电话 接通的一刻 我感受到了 从前从未有过的温柔 你跟谁在一起 男的女的 我这边这块结束了 给个地址 我来接你回家 我实话实说 我跟沈安然在喝东西 晚点回 沈安然 她来找你干什么 她的语气很是急躁 她知道沈安然 当初我跟她谈恋爱那段时间 还因为沈安然跟我的暖妹 爆发了不少的矛盾 隔着电话 我听到她愈发急促的呼吸声 似乎下一秒就要忍不住 爆发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想再跟她做无意义的争辩 跟沈安然叙旧之后 我去了林峰家 林峰 是我从大学开始最好的朋友 自从跟江志言结婚后 我就很少联系她了 那个时候的我 一线围着江志言打转 基本跟所有曾经要好的朋友断联 现在想想 找真是蠢到家了 林峰还是跟以前一样 热情 鸡贼 整整一个晚上 我们喝了一箱的啤酒 第二天早上 我看着手机上江志言打来的 久久家的未接来电 顿觉头痛 若不是因为还有离婚离婚协议 要让她签 我现在就把她拉黑了 正想着 江志言的电话再一次打了过来 你去哪了 为什么不回家 她的声音焦急 却又充满了疲惫 好似是一夜未眠 我在林峰家 不到半个小时 江志言就到了楼下 我刚刚拉开后车门 要坐进去 江志言一把将我拉了出来 离我那么远干什么 坐前面来 我看了看周围的人群 实在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 跟她吵 坐上副驾驶 车内跟以前一样 有一股香味 不过 不是陈安喜欢的茉莉花香 而是之前被江志言扔掉的木质香薰 车子一路向前 江志言好几次欲言又止 秦泽 我已经跟陈安断联了 我只顾着看窗外的风景 这些事以后 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她沉默片刻 秦泽 我直接打断 开口说到任何事情 你都不用跟我说了 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跟谁一起就跟谁 她没有再说话了 一路无言 我们回了家 我跟往常一样 直接钻进书房 开始了工作 期间 江志言好几次进来 给我送水果和蛋糕 吃点吧老公 我亲手做的 此刻 她站在我身后 捏着我的肩膀 很是温柔地跟我说道 多么陌生的称呼 老公 以前的我也是这样 将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眼巴巴地等她享受 我对她好 只要她能吃上一口 我做的东西 我甚至都能高兴大半天 但这六年来 每每当她吃完 我做的蛋糕 饭菜 她的评价只会是难吃 别做出来恶心我 甚至她有时候不高兴了 还会直接把东西 扔进垃圾桶 因为姜质盐味不好 所以我经常会 给她做营养早餐 她我做的 对其他吃的不感兴趣 唯独每天的营养早餐 都会带走拿去公司吃 因此 我每天都早起 便招法地给她做早饭 后来又一次 因为她的包落在了家里 恰巧那天我又休假 没跟她说 我就直接去了她公司 在她公司楼下 我看到她亲手 把我做的营养早餐 给了陈安 那一刻我才知道 为什么她只喜欢早餐了 因为陈安有胃病 我想或许我做的早餐 从来都没有 进过她的嘴巴 老公 快吃吧 放久了就不好吃了 姜质盐的话语 将我的思绪 拉回了现实 我一脸嫌弃地 看着桌上的蛋糕 算了吧 看起来倒胃口 她原本还满是 期待脸瞬间黑了 无奈地笑着 最终只能自己 一个人离开了书房 我不是有意要报复她 而是这个蛋糕 做得实在是太难看了 跟我的相比 简直云泥之别 就这么一直到了晚上 我的工作终于完成 刚刚走出书房 就看见姜质盐 那张满是笑意的脸 她手里拿着两张电影票 老公 你之前跟我说过 想跟我一起去看电影 收拾一下 我们马上出发 她说着 姜手伸了过来 做事要报我 我下意识地退后 她扑了个空 她没再说下去 我叹了口气 行 我收拾一下就出发 看电影 她那张原本满是落寞的脸 再一次有了笑容 而我 倒不是真的还对她抱有期望 只是 这个电影 我是真的想看 十分钟后 我们一起出了门 刚刚走到丹元楼门口 她接到了陈安的电话 依依 我好像发高烧了 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 我听得出来 陈安这次没有装 应该是真的生病了此刻 江志炎正眼巴巴地望着我 一脸的为难 过了好一会 她一咬牙 好似下很大的决心一般 老公 我还是先去送陈安去医院吧 毕竟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不管她 你先去影院 送完她之后我马上就来 我点了点头 她要去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别耽误我看电影就好 得到我的允许后 她急急忙急忙地走了 三个小时的电影 我看得很入神 丝毫没有注意到 江志炎并没有像她说的一样 赶到电影院 直到我回家 都没有再见到她的身影 当然 我倒是无所谓 乐见其成 正好 沈安然给我离好的离婚协议也送到了 我想 是时候了 将离婚协议放到茶几上之后 我开始收拾行李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继续住在这个地方 已经不合适了 我连夜搬到了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里 第二天早上 我的电话再一次被打爆了 甚至连林峰都给我打了电话 问我在哪 江志炎找我都找到了林峰达里去了 看着手机上一片绿油油的小作文 我直接将它拉黑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感觉我的生活得到了质的提升 工作生活 病情有条 不必再为另一个人伤心 再为另一个人着想 这种活出自我的感觉 实在让人着迷 这天下班后 我在公司楼下 看到了一个熟人 她穿着一身职业装 清冷干脸 却又不失女性独有的美 沈安然满是笑容地朝我走来 请你吃饭 去吗 好啊 我想吃牛排了 好 三言两语便约定好了今晚的行程 我和沈安然下车来到餐厅后 却看到了江志颜 她眼神凛冽 脸上隐隐带着怒意 你们在干什么 她立声质问 我耸了耸肩 随口回道 你看不见吗 吃饭啊 走 跟我回家 她说着 一把拽住我的手就要把我带走 你疯了吧 我狠狠推开她 我凭什么跟你走啊 她眼中翻涌着怒火 死死捏着拳头 秦泽 你别忘了 你现在是个有父之父 你就这么光天化日之下 跟小三偷情 我还没说话 边上的沈安然就忍不住了 直接一巴掌扇在江志颜脸上 你说谁是小三呢 江志颜被打 瞬间暴怒 当小三还敢打人 不要脸 一边骂着 江志颜扬起手 就要害沈安然一巴掌 我眼疾手快 伸手将她的手拿住扔了回去 我警告你 她是我朋友 江志颜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秦泽 我是你老婆 我跟你结婚八年了 你现在胳膊肘往外拐 够了 我一声怒吼 这么久以来 我从来没跟她算过账 但如今 既然她有瞒不讲理 那就别怪我不给她脸了 江志颜 你也好意思说这话 八年的夫妻 你是怎么对我的你 自己清楚 你真的有把我当你丈夫 当你最亲近的人 她被我的话问得当场愣住了 她紧紧盯着我 震惊 慌张 后悔 不甘 各种各样的情绪 揉砸在她的脸上泪水 在她的眼眶中打转 她蹲了下来 不顾周围的人群 放声大哭起来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说我没有珍惜你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你了 秦泽 我们好好地过日子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好不好 她的话语中满是祈求 那张平日里无比高傲的脸 已经布满了泪水 情人的誓言 就如同商人的契约一般 毫无可信度 重蹈覆辙 绝不是我会做的事情 江志炎 你没必要这样 她通红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我 嘴角颤抖着 不要 不要离开我 千古不变的 人总是在得到之后 才学会珍惜 可惜 破镜无法重圆 回去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江志炎 以后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 没有再听她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我带着沈安然 去了另一家餐厅 三天后 我收到了江志炎 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同时登门的 还有陈安 她如同一个疯子地质问我 你跟妍妍说了什么 为什么她不理我了 我冷哼一声 这你得去问她 她让我不要再出现在她面前 她说 我让她觉得恶心 你到底做了什么 回应她的是关门声 我无心跟一个疯子对话 我把这件事情 跟江志炎说了 而陈安再也没有 出现在我面前 也许是江志炎 跟她解释清楚了吧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平静了下来 生活工作井井有条 偶尔跟沈安然吃个饭 喝个酒 当然 我跟她也只是朋友 江志炎再没有出现在 我的生活里 直到今天 不知不觉间 我竟然已经回家了 为自己做一餐晚饭 不再去想往事 人不能沉浸在回忆中 因为生活是一辆 不断向前的列车 必须每时每刻 跟上她的步伐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